所以说我们竟然成为谁让我撑不下去 是美国欧洲不让我撑下去 就是经济制裁嘛 不买你东西嘛 加税嘛 不就体调嘛 技术封锁嘛 其实我们对我的时候很清楚 我把你经济搞垮了 通胀 我让你通胀 把整个欧洲人的 所有欧洲人干一百块钱的活 只有二十块钱你能享受 交税 养老都拿走了 其实你通胀了二十三十 就欧洲人就完蛋了 他要把你的整个金融市场搞垮 对吧 零了 所以说这家很聪明的 我现在走 我再跟我动手前 我就把你搞乱了 现在是真正的对美国和欧洲的 所谓的三F方案 真正的是三方开始 搞弱美国搞乱美国 然后病毒对西方是个最大的一个伤害 然后现在是金融市场 所以你看那数字货币也好 金融市场也好 你看那这两天啊 国内的几个所谓的美国身份 像炎炎呢 善伟健呢 还有什么这个这个刘平啊 就这些拿美国护照的 还有沈南棚啊 所有这些金融大佬 就美国护照的 在美国玩的都是几千亿资产的 我可以告诉你 最终都会被共产党收拾掉 一个都不让他活着 不是让谁活着 一个都不让他活着 都比赵掌门还惨 为什么 你知道的太多 你算出我太多钱 而且我需要你把你的钱给我 我需要你在你死前 做出最好的贡献 再把你烧成灰 把烧成灰上我家的肥 当我家的肥料用 为什么 算过吗 中概股在美国一万多亿 你马上就没了 中国这些基金 包括山北建在美国 哪种多少钱 也接近上万亿 我要让你消失 哪有一个是战争武器 这比俄罗斯那个打仗还还惨呢 对于美国 我消失掉这几十个人 这些资金全完蛋 这才是你要看到的 现在啊 马上会发生的 搞弱搞弱 所以习最后是 我带你制裁我钱 我把你经济 我把你进入市场 我才进入到 1929年到1946年之间的 经济大萧条 长时间大衰落 然后就可以村长 就叫你家把狗放入 就不知道出来了 干事了 谢谢大家 好